政府推行新南向政策 瞄准东斜国家 其中印尼人口众多 市场广大 更是发展重点 印尼代表陈忠最近参加印尼智库就新南向政策 展望台英关系的座谈会 强调台英民间已有坚实的交流基础和友谊 是推动新南向政策的基础 同时新南向政策的发展方向 和中国大陆主推的一带一路并不冲突 一带一路主要是基础建设 而且主要是交通方面的基础建设 那么我们的新南向政策是多方面的 经贸 投资 学术交流 人才培育 陈忠指出一带一路是印的政策 新南向政策是软性政策 台湾加强和东南亚各国的联系 和印尼特别在农业等民生产业继续交流和投资 正好符合印尼政府的政策走向 另外愉快的印尼学者特别关注台英在教育和移工方面的合作 目前在台湾的印尼工约有25万人 学者点出对移工的教育培训仍旧欠缺 期盼台英加强合作 提升印尼的人力资源素质 有助移工在台湾升任工作